白頭人和黑頭人是最幸福的 我們會安樂 Miu的兩位兒子 有不同程度的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 小一歲的大兒子就屬於高功能自閉 讀主流學校的精英班 而八歲的小兒子就有嚴重智障 因為我們兩個小兒子 他們反而比正常自閉的那班 是稍為幸福的 我們眼見就覺得 他們甚麼都不行 好像很淪盡 記不記得他們的立場來說 其實他們是比各方幸福的 因為他們不用入世 我前面替他們擋住 唯一擔心的事就是 我死了後不知怎辦 白頭人和黑頭人是最幸福的 我們會安樂 我不用擔心 擔心他不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會怎辦 就算哥哥這麼高功能 我長命過去我會安心一點 雖然小兒子有做不同的治療 但小兒子的情況就難以控制 前附診 醫生看到他有些輪力倒退 以及他的肌腸真的軟得太離譜 他走路的時候 他走到的 但就搖搖擺擺 而且很快就累了 可能出街 可能當一個小時的路程 拖他走二十分鐘 或者十人二十分鐘 他就力有不計 那就要抱了 雖然Miu和丈夫 花了很多心力在兒子身上 但都無怨無悔 這麼多年 真的用了很多錢在治療訓練 都會盡量給多少就給多少 這也是一個責任 生活質素也可以保持 但我們又不會出家吃飯 不會怎樣買衣服 另一個大難關 就是外界對兒子的目光 叫媽媽非常擔憂兒子的將來 四五歲時都收不到包容 你說到他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日子怎樣 面對的事情 一些退下賣 一些指責會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都很控制小朋友 都很教他們很多 但要明白 他是一個嬰兒 他的行為是嬰兒 他的能力有一個局限在 你沒有辦法 我和我們不想 小朋友也不想 沒有別人理解到他們的思維 用一生去痛 因為你見到每一步路 你都會很擔憂 警 Af RS 並招待 意思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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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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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